各位好 欢迎收看速说 我是李肃 今天我们来说一说成龙要加入中国共产党的事 成龙是香港著名的电影演员 演过无数部香港的武打警匪片 在好多部好莱坞电影里出演主要角色 是少有的国际知名的华人演员 中共建党百年大庆 中共总书记习近平7月1号在天安门上面发表讲话 然后就规定中国各级机构认真学习这个讲话 中国电影家协会7月8号就奉命举行座谈会 学习讨论习近平的七一讲话 成龙呢 作为中国电影家协会的副主席 参加了这次座谈会 那么他在座谈会上呢 对在座的这个中共党员表示说 我也很羡慕你们是党员 我常常跟自己讲 在外国我常讲proud to be Chinese 我很荣幸成为一个中国人 但是我也很羡慕你们是党员 就觉得共产党真的太伟大 党讲的话 他们承诺的东西不用百年 几十年后一定会实现 我要做党人 谢谢各位 在这个1989年之前 成龙呢在中国人心目中呢 就是一个武打明星 那么1989年 成龙和一大批香港的艺人呢 支持在中国发生的学生运动 抗议中国共产党和政府 对这场运动的血腥镇压 那么大家就看到了成龙 不仅是在电影里扮演正义的花身警察呀 那么在实际生活中 也是正气淋漓 那么很佩服成这位成龙大哥 后来呢 这个成龙呢和中国政府就走得越来越近了 根据人民网2014年5月30号的一个报道 1997年香港主权移交时 中国当时的领导人江泽民在宴会上敬酒时呢 称成龙为大哥 那么再后来 我们就听到了成龙公开帮助中国政府说话了 最著名的就是他说 中国人是需要管的 那这话呢 他公开说了很多次 据说呢 他2007年就说过了 说中国人是需要管的 但是人们印象最深的呢 是2009年的一次 就是海南博澳亚洲论坛上面 成龙公开就表示说 中国人一定是需要管的 否则呢 便会为所欲为 2012年 成龙接受南方人物周刊采访时呢 被问到 是中国人是否需要文化自由 他再一次重申 中国人一定要管 那么这个还有另外一个哈 就是和中国政府高度一致的这个观点 就是成龙 就是成龙多次批评台湾和香港 说过于自由了 2004年3月28号 成龙呢 在上海演讲时呢 批评台湾总统选举所发生的那次319枪击案件 就是说 这是天大的笑话 那2006年9月19号呢 他又一次表示 说两年前我讲 这天大的笑话 两年以后 今天已经是国际性的笑话了 他说不是 是宇宙的笑话 他就说啊 说台湾这个政局越来越混乱 那么在2014年12月23号 成龙呢 在接受新华访谈的采访时说 说每个中国人都该反战中 说香港啊 2020年5月29号 成龙呢 参与了支持港版国安法的这个联署 成龙的这个亲中国的这个表现呢 得到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的认可 于是成龙呢 也进入了中国政界 他呢 在这个2009年6月成为中国电影家协会副主席 2013年呢 开始担任中国政协的委员 成龙呢 参加了庆祝中共建党百年的文艺演出 伟大征程的这个演出 他就唱这个保卫黄河 就是成龙呢 他这个赞叹说 一目眼泪就下来 那些兵穿着草鞋 拿着单发子弹 对着机关枪 拿大刀长矛 对着他们的先进武器 我觉得我们共产党的那些八路军 真的是太了不起 这个成龙呢把演戏呢当成历史了 如果当初牺牲了几十万人的八路军 这么了不起 那阵亡了几百万人的国军 不是该更加了不起吗 那当然了有人会说 说成龙就是当着共产党 夸了一句八路军嘛 他也没说国军不抗战啊 对啊 这个成龙就算是知道 国军抗战死了几百万 他今天敢像夸八路军那样夸国军吗 成龙的嘴巴是有点大 但是呢他还不至于那么不知情重 这夸过八路军最多呢有几个网民贬你一下 你要是夸过国军 那共军不得办了你啊 还有呢就是成龙重复了几次的这个中国人是需要管的这种说法 这成龙呢在反战中时啊 就是反对香港战中运动时啊 他这么说 他说每个中国人都该反战中 那有很多渠道去表达心声吧 你可以坐在家里啊 也可以去别的地方啊 你不需要站在马路中间吧 就是说他这些话啊都反映了这个成龙啊 没有多少这个深入全面的理性思维 而更多的呢就是说你打我一拳 我就还你一脚 你今天投逃我明天就报理 那更多呢是用自己这个感性和直觉去判断 得出他对政治和社会议题的各种判断 所以呢他发出各种支持中国共产党和政府的声音呢 得到了回报 得到各种荣誉和特权 然后呢再发出我要做党员的这种感慨 也顺理成章的 不足为怪 再说了 就是那个座谈会啊 本来就是有关中国共产党的这个座谈会 就是要讨论中共总书记习近平七一讲话的座谈会 那么他作为中国电影家协会的副主席 怎么也得讲几句嘛 尽管他不是党员 对吧 有些人呢 听着可能觉得恶心 其实呢 这未必不是成龙的心里话 那么倒是一些本应该明事里的人讲出成龙讲的那种话 让人感到这个人性堕落的一面 这比方说哈 和成龙这个一起支持中国共产党和政府的这个香港艺人 他们在电影里呢 就是有一些人哈 经常扮演正义化身 呃 香港律师 廉政公署这个调查员 警察 就是他们即使是通过这些电影本身哈 也应该了解和懂得 这香港曾经是一个追求公平正义的法治社会 和中国呢实际上是有着天壤之别 但是呢 也都在利益的驱使之下呢 罔顾事实 吹捧港版国安法 吹捧中国的专制制度 这些人不是不明事理 而是出于私利而助纣为虐 那再比如呢 就是在这次座谈会上哈 这个中国电影家协会这个主席陈道明 他说哈 我是跟随中国共产党66年 从我们青少年起 从我们少年戴上红领巾 那时候呢 就唱着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 我们不管是不是共产党的一员 爱国 热爱这个国家 热爱这个人民 尽管他说的这个很技巧啊 没有直接说爱党 而只是说热爱这个国家 热爱这个人民 但是这个国 中国是坚持共产党领导的四项基本原则 之下的中国 而且他这一句 跟随中国共产党66年 就不知道这个当年六四这个英雄 陈道明的妻子杜宪 会怎么想 反正是恶心到我了 从大饥荒到文革到六四 你陈道明都经历过 然后你无怨无悔的自豪的说 我跟随中国共产党66年 陈道明 你是聪明人 你这么说 不应该是傻 你是滑头 就是为了你能够在这个体制中 捞取你个人的好处 而出卖你的良心 说到这儿 中国共产党对知识分子一直是又恨又爱 所以一直也是又打又拉 恨是因为知识分子有头脑 现在要说有些知识分子有头脑 有的人也没有 知识分子就不会人云以云 不容易被洗脑 所以有时候就会不听话 那么爱或者说又要依赖 就是需要知识分子运用他们的知识和才能 为中国共产党服务 从夺取政权到稳固统治 无不如此 当年中共要打下天下 1939年12月1号 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一个决定 叫做大量吸收知识分子 1939年 说必须善于吸收知识分子 没有知识分子的参加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能的 这毛泽东批评 说许多军队中的干部还没有注意到知识分子的重要性 还存着恐惧知识分子 甚至排斥知识分子的心理 许多我们办的学校还不敢放手的 大量的招收青年学生 许多地方党部还不愿意吸收知识分子入党 这种现象的发生 是由于不懂得知识分子对革命事业的重要性 所以他要求中共说 应该大量吸收知识分子加入我们的军队 加入我们的学校 加入政府工作 并且按照具体情况 将具备了入党条件的一部分知识分子吸收入党 这个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波大批吸收知识分子 但是中共很快就表现出对这个知识分子不信任了 1942年就开始了为期三年的延安整风 也就是所谓的整风运动 那么当时主要的目标就是中共队伍内部的知识分子 因为这些人就太不识相 跑到延安去真以为中国共产党想让他们提意见 结果呢 共产党这个大棒就砸下来了 最著名的就是那个曾经在北京大学读过书的王世卫 他发表那个野百合花 批评中共内部搞特权 说一分三色 十分五等 结果呢 这些知识分子就被打下去了 王世卫连性命都丢了 直到1991年 中共才给王世卫平反 当然了 那个时候是中共拨乱反证 平反冤假错案的时期 要是在现在 恐怕王世卫不会被平反 正如毛泽东在1939年 那个中共中央决定中就提醒的一样 他说呀 在这种大量吸收政策之下 毫无意义 应该充分注意 拒绝敌人和资产阶级政党派遣进来的分子 拒绝不忠实的分子 对于这类分子的拒绝 应取严肃的态度 这类分子已经混进我们的党 我们的军队和政府者则应依靠真凭实据 坚决的有分别的吸刷出去 那么这个中共第二波大批吸收知识分子 是从1956年开始的 那一年的1月14号到20号 中共中央专门召开了一个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会议 那基本精神主要是就体现在周恩来当时做的一个报告中 周恩来这个报告主要就是讲说 现在国家各类专业人才匮乏 在各个方面都不足以适应社会主义建设急速发展的需要 当时要搞经济建设 而我们目前对于知识分子的使用和待遇中的某些不合理的现象 特别是一部分同志对党外知识分子的某些宗派主义情绪 更在相当程度上妨碍知识分子现有力量的充分发挥 周恩来当时就指出 说知识分子他们中间的绝大多数已经成为国家工作人员 已经为社会主义服务 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 那种生产靠工人技术依靠苏联专家的想法是要不得的 周恩来提出要在政治上生活上关心知识分子 积极吸收知识分子入党 改善生活待遇和政治待遇 确定和修改升级制度 拟定关于学位学贤发明创造和优秀著作奖励等制度 当时中共的主席毛泽东并没有说知识分子已经成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 是我们依靠的力量 他说现在我们是革什么命呢 现在是革技术的命 叫技术革命 文化革命 要搞科学 要革愚蠢同无知的命 没有文化 文化很低 无知愚蠢 要革这个命 叫技术革命 没有他们就指的知识分子 没有他们就不行了 毛泽东这个功利思想十分明显 于是中共中央组织部在当年4月到5月间 就制定了一个关于在知识分子中发展党员计划的报告 还有一个就是关于高级知识分子入党情况的报告 那么也采取了相应的措施 包括大力吸收高级知识分子入党 中共就把吸收知识分子入党 视为争取知识分子进步和合作的重要途径 当时还提到到1962年高级知识分子中的党员应该占总数的三分之一左右 那么当时各地发展高级知识分子入党成风 根据统计仅仅1956年上半年就有2592名高级知识分子入党 那么知识分子党员达到了125万人 占1700多万中共党员总数的11.7% 但是紧接着在1957年反右派运动中 大批知识分子被打成右派 其中不发党员知识分子 因为这个所谓的民放 就当时反右的时候 都是有点知识有点想法的 这个不明就里 管不住自己的脑袋 管不住自己的嘴巴 发表自己的看法 以为自己是在帮助党 结果被党打成敌人 这一棍子打下去 中国的知识分子就被压了20年 文革中被压的最厉害 成了黑酒类的最后一类 成为臭老酒 那到了文革以后 中共就实行改革开放政策 要加强经济 这个时候呢 又想起知识分子了 因为需要大量技术人员 那么怎么知道 这个时候就是再一次 向这个知识分子挥起橄榄枝 同时规定选拔干部四化 就是革命化 年轻化 知识化和专业化 1983年 中共中央组织部发出 关于加强在大学生中发展党员工作的意见 加强大学生入党工作 1985年2月 中共中央组织部发出 关于大量吸收优秀知识分子入党的报告 那么这就是中共由于经济建设的需要 召唤知识分子的第三波 那么他写这个报告里面承认说 在过去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 我们忽视在知识分子中发展党员 不注意提高党员队伍的文化水平和专业知识水平 目前全国四千多万党员中 具有大学文化程度的仅占4% 中专和高中文化程度的占13.8% 而小学文化程度的占42.2% 文盲占10.1% 当时还有一个数字 就是全国一千多万各类专业技术人员中 共产党员占了232万 占22.8% 那么这个报告就说 这种状况同党所面临的新形势 新任务很不适应 知识分子在中共党内这个比例这么低 那么原因呢 这个报告就说 说是因为党内仍有一部分同志在知识分子入党问题上存在着一些不正确的认识 不承认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 对吸收他们中的优秀分子入党 不放心 不热心 甚至对他们持歧视态度 那么这个报告接着说 全党同志要认识到知识分子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 知识分子需要党 党也需要知识分子 知识分子同工人农民一样 是我们党的依靠力量 好了 知识分子又成依靠力量了 但是好景又不差 几年以后 1989年六四运动以后 中共对知识分子尤其是对大学生的是极为不信任 当时就是中共国家机关 中央国家机关在北京 可能各省也有这个情况 就是1985年以后毕业的大学生和研究生 要到基层锻炼一年 因为这些人和八九学潮的那些大学生 曾经在一个时期里边同时在大学里边学习 就因为这一点而受到怀疑 还规定35岁以下的人暂时不得提拔到副数级以上的职务 这也是对那段时期毕业的大学生和研究生的不信任 到了2017年10月中共十九大 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在报告中说 坚持党管人才的原则 拒天下英才而用之 加快建设人才强国 实行更加积极 更加开放 更加有效的人才政策 以实财的慧眼 爱财的诚意 用财的胆识 荣财的哑量 聚财的良方 把党内和党外 国内和国外各方面优秀人才 集聚到党和人民的伟大奋斗中来 这是中共吸收知识分子进入中共的第四波高潮 那么目前在中国的2529所高等院校中 大学生党员占在校生的10.53% 超过一半的教职公司党员 其中大学生党员的比例 大概仅次于文革期间的工农兵大学生 因为这工农兵大学生当时 党员这个比例接近50% 那么在这一波高潮中 高级知识分子海归 文学艺术界名人 都是争取吸收到中共党内的对象 因为中国共产党要把国家的人才管起来 而这些人呢 也想到了说背靠大树好成粮 当然也不排除有人真的是着迷了 要为党的事业奋斗终身了 那么成龙正是在这种环境下 说出了我要做党员 这不管成龙是真是假 反正随着潮流走总是不吃亏吧 但是中国共产党会相信成龙吗 这次的诉说就到此结束 我是李素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是用转换来辑了 我们下转了 我们下转了 把张力摇进去 让我们下转了 好 我不会 保密 是不是 福音